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六对十二个心所 以及讲到了三种离心所 那在昨天晚上我们重点的又讲了 六对十二个心所 对我们修行的作用 这十二个心所对我们提升内心的素质很有帮助 在我们修行过程中 如果我们的内心没有素质 我们应该要花多点时间去培议去提升这些素质 就好像如果自己的身体肮脏 我们无论穿任何的衣服 我们都不会感到舒服 如果我们的心没有既有修行人所必须 拥有的素质 我们修任何的方法都感觉方法不相应 如果我们拥有一个杯子 如果这个杯子肮脏或者说有其他的气味 你无论倒进任何的水气 你喝这杯水 你都会发现水带有一股味道 一股气味 是不是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 我们舍不得放一点时间去洗洗杯子呢 同样的 当我们的心如果是拥有杂然 烦躁 焦虑 期待 拥有僵硬 不失业 我们应该花点时间去去除这些内心的污垢 等内心拥有素质之后 我们修任何一种业主 都很容易 都很容易相应 那就是我们在 昨天晚上讲了离心所的时候 又讲了有三种离 三种离就是正与正业与正命 这三种离又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是自然离 自然离就是由于省思自己的社会地位 年纪 教育 所受的教育 而在有机会造恶的时候不去造恶 这种称为自然离 有一类的人 他们从来都没有信仰 他们也不信仰任何的宗教 更何况他们要受戒了 他们也没有戒 但是由于他们省思到自己的出生 年纪 社会地位 或者说乃至到省思到自己的道德 他认为说 这些事情对我来说是不应该去做的 因此就即使有了造恶的机会 发生他都不去做 这种称为自然离 在古代 很多那些读书人 他们读了圣贤书 他们受过了孔孟思想的教育 对有些事情他们也是自然而言 他们省思到自己的品德 自己的教育程度 不去做很多那些事情 甚至说当他们当官了 他们拒绝去收费 现在在社会上也有很多政治之人 他们虽然没有任何的宗教信仰 他们也没有持过戒 但是他们抱着一股信念 一股为党为国家为人民这样的信念 他们自然而言不去造恶 即使有很多的诱惑来 他们都不去做 这种离 就是远离诸恶行的心 成为自然离 那在这里就讲一个故事 在斯里兰卡 在古代斯里兰卡有个家叫 亚格纳的在家人 据说亚格纳在年轻的时候 有一次他的母亲就伤了一场病 医生就说这种病必须得要用新鲜的兔肉 兔子肉做药才能够治好 亚格纳的哥哥就跟他说 弟弟你到田野树林里面去抓一只活兔子来 那亚格纳他就奉命就全去 那个时候有一只野兔正在田里面吃菜 他听到了有脚步声就赶忙的跑 结果当他在跑到半路的时候 就被藤缠住了脚 跑不动了就在那边叽叽的叫 亚格纳他听到了之后 就抓到了那只兔子 等他抓到那只兔子的时候 他发现这只兔子很恐慌的在叫 然后他就心想 如果我毁了我母亲的生命 而杀害另外一条生命 那是不恰当的 医生就把那只兔子要放了 就说走吧 你跟树林里面的其他的野兔一起 去享受草跟水吧 那等他两手空空的回到家里 他的哥哥就问他说 你到底有没有抓到兔子啊 他说有啊 然后他就把这一切的经过告诉了他的哥哥 他的哥哥就很生气 就骂他那么蠢 抓到了兔子还还把他放了 这个时候呢 他就跑到他母亲的面前 就先说了 真实义 他就说 自从我出生以来 我从来都没有 我从来都不曾刻意的杀害过任何的生命 以这个真实义 欣赏我的母亲健康快乐 那他的母亲也因为这个真实义而健康 康复了 所以呢就这一种呢就虽然在跟他 他还很小的时候他还没有受过戒 但是他从来都不会去伤害过其他的生命 这样的话呢 这种自然而然不去造恶的 成为自然离 第二种离呢 是受戒离 Sammadana Virati 这是在受戒之后 远离诸恶行 例如说 当一个人持守了五戒之后 他远离杀生 远离不与其 远离欲邪行 远离虚妄语 跟远离饮酒等麻醉品 这种称为受戒离 也就是说 一个人在持戒期间 无论他持的是长戒 或者持的是实现戒 就是在某一个时段当中持的戒 在他持戒期间 即使走了阴言 违反的他都不去做 这种称为持戒离 就好像 乌鸡士一样 据说 这位居士 他在 安巴利亚 寺里面 就从 宾卡拉布达拉吉的长老 在那里受了五戒之后 有一天 他就回去 自己的田里面 耕田 那个时候 他的牛就跑掉了 走失了 他就上到 乌塔拉瓦塔玛娜 这山里面去 找这只牛 结果 半路上遇到了一条大蟒蛇 这条大蟒蛇就把它缠住了 那个时候他就想 他就一抽他的 腰里面的斧头 就想 我要用这 利斧 就是这个斧头 把它的头砍下来 然后他又在想 我刚从长老那里受了戒 如果我现在 把 我所受的戒 破掉 那个是不适合的 意思呢 他 思考再三 再三了之后 他就说 他就自己在想 我即使是死去自己的生命 都 不去违反 所受的协处 于是他就把 那个斧头 就连柄 就丢到远出去 你丢到远出去 那么那点蟒蛇 结果也 就松开了他 就溜走了 这种称为 受戒礼 受戒礼 对于在家人来说 就是 他持守 自己所 受的戒 对于出家人来说 也是 他所严格的持守 自己 所 受持的戒 还有另外一种礼 是 证断礼 这种戒呢 是以初世间 圣道心 相应的礼 对于一个圣子来说 无论是在家圣子 或出家圣子 一旦 他证得了圣道 在圣道心 一生起之后呢 他即使连 我想要杀生 我想要故意放戒 这样的心 都不可能会生起 这种称为 证断礼 证断礼的证断 就是 sam-mucceda ucceda 是断除 斩断的意思 那 sam就是完全 也就是 这一种礼 就是完全的 根除了 砍断的 放戒的 倾向 来自到 想要放戒的动机 都不会生起 只称为 证断礼 那 我们再 讲一讲 礼 又跟戒 有什么区别呢 礼是 Virati 而戒 又称为 希腊 礼 是指 刻意 不去做 某种恶行 因此呢 他这种 离心所的产生 对于凡夫来说呢 唯有 拥有恶行 就可以产生 恶行的 因缘条件 成熟了 他不去做 这种事情 自称为 离 但是 对于戒来说呢 如果在 没机会 去造的时候 他仍然不去做 这个称为戒 比如说 你们在家里 在家里 在厨房里面 去做财 突然呢 就 在地上 就跑出一只蟑螂 你可能很 很自然的反应 就是想伸着脚 去把他踩死 但是突然你想 我现在 我是拥有戒的 如果我要把他踩死 那是不适合的 于是呢 你就并没有踩死 你就由他自己去 或者说 你现在 正在听课 突然 有些蚊子 飞到你的 你的脸上 那 如果按照你 平时的习惯呢 你很自然就可能 想伸一只手 把他拍死 但是当你在伸手 或者说你想要 在把他拍死之前 你生起了一个 心念说 如果我要把他打死 我将会破了自己的戒 我是不应该 把他打死的 那这个时候呢 你生起的这种心念 我不去造恶 我不去杀生 这种心念 就是属于离心所 属于正业的离心所 又比如说 有一个人很烦 他经常打电话找你 你又不想再经常去 经常去随顺他 去顺从他 于是你想 有时候想说一些谎话 去敷衍他 例如他又要叫你出去 我现在很闷啊 你出来陪我 你就说 我没空啊 其实你本身 你很想哭 因为我没空 但是你想 你就可以说 我现在不想出去 我现在我在家里 我还准备 要做什么事情 你就是 如果他打电话来 本来你的心念 可能很自然 你就想要说一些谎话 起伏烟了事 但是你这个时候 你转脸 我不能够说谎 我已经持着戒了 那你就把你 真实的情况说出来 我现在不想出去 不想出去 这个是真话嘛 你如果你本身没有事 你说你很忙 忙得不得了 那这个就是谎话 那在这个时候 有了阴言 你说谎 但是你不说谎 这种的时候 成为敌 如果我们在 没有机会 去造恶的时候 我们不去造恶 那并不叫做离 离就是 没有在恶阴言成熟 恶阴言现前的时候 我们不去造 那叫离 如果没有 没有阴言的话 而我们又拥有戒 我们又持戒的话 那就叫做戒 所以我们就知道 离跟戒 它们还是不同的 例如说 现在有很多人 他说 哎呀 一旦受了戒 就很不自在 这个不能做 那个不能做 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 受了戒 就好像给很多条绳子 捆住你自己一样 但是呢 我们又在转念前一想 受了戒 就当有阴言 有那些恶阴言 使我们造恶行 违反一些不好 就是一些不良的行为 我们可能会去造作 这样的情况 发生的时候 我们才去做 但是如果我们在平时 大部分的时间 并没有这些恶阴言 比如说 你总不可能 每时每刻都在杀神 你总不可能 每时每刻都在说谎 是不是 你总不可能 每时每刻都在偷盗 那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并没有去持戒 那我们没有戒的功德 那只是说 我们不去做 但如果我们受了戒 那即使我们不去造作这些恶事 即使没有恶的阴言 成熟 我们仍然在持戒 如果有了这些恶阴言成熟 我们生起防恶 止非的这种作用 就成为离心所 所以呢 鼓励大家 只要是佛弟子 都应该要持戒 最基本要持五戒 持五戒就是 你不去造 你不去做它 那你的戒的功德 就在不断地增长 不要认为说 我持戒了之后 我就不自在了 我如果 或者说 有些人说 我只要 我不去做那些事情 我持不持戒都一样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如果你们认为说 我不去做那些事情 我受不受戒都一样 那么我们再去思维一下 那些牛啊马 他们不会去杀生 是不是 他们也不会去说虚妄语 他们也不会去喝酒 去服用麻醉品去吸毒 那这样的话 那牛啊马不是终生都戒心清净的 是不是 可是你们想不想做牛 手持牛跟马的这种行为呢 这还是不同的 因为我们现在 有这样的机会去持戒 我们就要持戒 持戒了之后 唯有恶因言 很稀有的恶因言 战胜的时候 我们不去做 不去做 那个时候 你的理性 所在其作用 即使没有 那我们还是叫做 持戒清净 那个时候 你的戒德 就不断地增长 因此不要认为说 我不去做那些行为 我持不持戒 都一样 不一样 有有如说 你不要认为说 我的心善良 我受不受不依 我信不信佛 都一样 其实不一样 对于佛弟子来说 如果他能够很恭敬的 很谨慎的 去守护佛陀的戒力 那么他就可以说 是做到后面那两种礼 正如佛陀 怎么样说 如此 凡有我为诸弟子 所制定的学出 我的弟子们 即使有生命之音 也不违约 这句话就是说 作为佛陀的弟子 要很恭敬 佛陀所制定的学出 就犹如 在军队里面 经营的命令一样 上司司令员的命令一样 所以 我们把佛陀所制定的戒力 叫做阿娜 阿娜的意思就是 威令 命令 对于这句话 有两种礼 它就是对应 我们刚才所说的两种礼 第一种是受戒力 第二种是证断力 对于凡夫弟子来说 是受戒力 对于圣者来说 是证断力 凡夫弟子就是 当他在受了戒之后 他思维 即使我死去生命 都不违反佛陀所制定的学出 那这个时候 他就把自己的戒指持清净 即使遇到了有放弃的因缘 他都不去做 即使放弃自己的生命 他都不去做 这就是称为受戒力 而对于圣子来说 当他在证得了圣道之后 他即使生起说 我要故意违反佛陀所制定的协助 这样的信念都没有 就犹如释迦国 释迦国在佛陀的晚年 大概是七十九八十岁那年 当时就临国 Betutabba王 皮琉璃王 他创夺了王位之后 想要例行他在年轻的时候 在还小的时候 所发布的事 因为当时他在很小的时候 他去到了释迦国 结果当他离开的时候 那些碧尼就在骂 就用牛奶去洗 他所住过的房间 跟所做的座位 他就在骂 这就是那个碧尼所生的 碧尼的儿子 所住过的地方在骂 结果当时 Betutabba王就知道了这件事之后 当时他就发了个毒誓 一旦以后我做了王 你现在用牛奶去洗我 做过的地方 住过的地方 以后我要用血 来洗冰你们的国家 那等他做了王 之后呢 他就发兵 就攻打释迦国 当时释迦 释迦国已经被他攻破了 乔萨罗 那些释迦族人 他即使被杀 他都会说我是释迦族人 然后就刀起投落 当时呢 就释迦族就被他被毗流利王 Betutabba王进行的大屠杀 所以呢 就变成了说 释迦族这个民族呢 即使他产生了像我们佛陀 那么伟大的人 但是就是在那个时候 已经被几乎被消灭的绝种了 当时的释迦族人 因为有很多 他已经证过了 对于那些 即使没有证过的人 他们在思维着 他们思维着佛陀的教言说 即使我拾起生命 我都不说谎 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很多的释迦族人 就是在那些大屠杀当中 就被杀害了 当时那些士兵呢 就把释迦族人的尸体 就拖到罗云尼河边 用他们喉咙的血 去洗他们的盾牌 那又比如说 好像在古代 有一个叫做 大生户长老的例子 当时大生户长老 已经有六十个娃娃 就是出家受基督界 已经六十年了 那个时候他已经年龄很老了 就准备 他就准备要去世的 那个时候呢 就很多的人就聚集在那里 就想要看他入班涅盘 当时那些比库们就问这位长老说 宗旨啊 您是不是已经证得了上人法 是不是证得了出世间法 那这位马上 长老他就说 我现在还没有任何的出世间法 就是说他还是个凡夫 这个时候呢 在他旁边有个年轻的四指 比库他就跟他说 长老现在来自四方 方言十二有群的人们 他们都来这里 他们想要等您班涅盘 想要看您班涅盘 您如果以凡夫之身而死的话呢 那未免会令大众失望 这位马上 讲到他就说 我一直以来 我都有意愿 我希望在未来 能够见到Metti阿佛 能够见到米勒佛 所以我就没有 紧紧地修一巴神那 那既然怎么样 那你把我扶起来吧 意思呢 就那个四指就把他扶起来 扶起来之后呢 他就开始修官 然后那个四指 他们就出去 就想让这位长老独处一下 那结果呢 等他们刚刚出去 这位大长老就已经 透过他的官职 就断除了一切烦恼 然后他就用弹子 提醒他们 那当那些 其他的比库进来的时候 他就很赞 他就说 大长老 你真是做得很难 很难做的事情 你既然可以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断除一切烦恼 成为漏镜子 这个时候那我长老 他怎么说呢 他说 我在那么短的时间 真的漏镜 还不算难 我可以说 我自从出家 受记者接到现在 我从来没有做过 任何一件 没有正念 没有智慧的事情 也就是他把他的劫持 守得很清净 这才是更难做的事情 那结果他就 就为大长老 就在 就在大众的 期盼之下 他就入了半裂旁 又如有另外一个鼻窟 他有一天在野外 就被盗贼抓到了 盗贼就抢光了他的衣服 抢光了他的拨 然后就把他用藤 绑在地上 由于藤 他还没有把他拉断 他还是有生命的 那这个时候 这位 这位 比库 他就 由于他知道 如果是自己 要一翻滚的话 他很容易就 把自己 自己解放出来 但是他又在这样想 如果他 这样翻滚出来的话 那藤会拉断 他会破了他的 会犯了他的戒 于是他就躺在那里 结果呢 就后来山火就烧了过来 即使在山火烧过来的时候 他仍然躺在那个地方 而最后被山火烧死了 后来呢 阿贝亚长布送着阿贝亚长老 跟他的水中 比库见到了之后呢 他就非常敬仰 这位大长老的 能临死生命 都不放戒的这种德 而这位长老呢 当时也是在 在被火烧的时候 他就做了光 就在他被烧死的那一刻 他贞得了阿拉罕果 所以当时的 长布送子 阿贝亚长老 就为他挤了他 又比如呢 又有另外一位长老 一位比库 他有一天去外面拖波 由于 一直走可能他的果报的原因 他一直都没有拖到波 没有拖到任何的食物 等他往回走的时候 由于很疲劳 又很饥饿 他就晕倒在一棵芒果树下 那这个时候呢 偏偏 他的教会很多芒果 只要他伸手 去拿芒果 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吃到芒果 但是呢 他仍然为了吃手 他的劫 他并没有这样做 为什么呢 因为 如果他去拿芒果的话 那么那些芒果 是没有经过授与的 没有经过手授的 他吃的话 他会放一个叫巴基迪亚 而且如果是在那个时候吃的话 他又会放到非死死 于是他就躺在那里 他已经非常疲劳了 这个时候呢 就有位老居士 他经过了之后 他发现这一位 非姑 已经恶晕在路边 在芒果树下 那个时候他就说 这位孙子真的很了不起 他宁可恶晕 他都不去违反他的戒 由于他也懂得戒力 所以他就去捡了一些芒果 然后就榨了一些芒果汁 就给这位孙子喝 那当这位非姑喝了之后呢 就恢复了一些精神 但是由于他太累了 也是呢 就这位居士 就背着 背着他 回自己的誓言 那个时候呢 这位 比姑就在想 这位长子 这位老居士 他既不是我的父亲 也不是我的亲人 他既然是对我这么有信心 然后他这心怀着 很感激 跟很惭愧的心就在背上修官 举手也 在背上 思维他自己的戒 为 其心 然后再修官 结果就 也证得了 那 那这些呢 就是说 作为一位 佛陀的弟子 他应该 要很严格地 持守自己的戒力 不像现在我们 禅修院里面有些人 他们说没关系 反正如果我放了戒的话 我可以在真正那边 再继续再说过一遍 这么样轻易 变成 这个你们不是叫慈戒 你们叫轻慢戒 随随便便就把自己 受持来的戒 就 违反了 把它破了 这个不值得 所以 当我们在 省涉到自己的戒的时候 我们就不应该 随意地违反 当我们不违反 即使有恶因缘的时候 我们不违反 这个称为 离 如果 没有恶因缘 我们 不去做 那个称为戒 对于凡夫来说 离心所 唯有在恶因缘 才会陷阱 但是对于圣子来说 就一切是 在他的圣道心 跟圣果心里面 离心所都能够 都能够一起出现的 也就是说 凡夫来说 离心所是个别 个别出现的 对于圣子 在圣道心 跟圣果心里面 三种离心所是 一起出现的 一起生起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 对于一般的人 一般的凡夫弟子来说 当他 有 想要 说妄语的 说虚妄语的 因缘出现的时候 他想着 我自己不应该 说虚妄语 这个时候 正语 在起作用 当他有恶行 就是造恶业的 这种恶因缘 出现的时候 他想着 我不应该造恶业 我不应该杀生 或者说 当他在受到一些 比如现在的社会 就很多男女之间的诱惑 这个时候 他就在想 我不应该 去违反 即使他是为了自己的借 或者说为了自己 对家庭 对丈夫 或者对妻子的忠贞 他省慈这一点 他不去做 这个就成为正业 就是他不去违反 例如说 有人 想要跟你合伙 做一笔违法的 但是又很 可以赚很多钱的生意 你在思维着 这些是违法的 或者说 你在思维着 我现在是佛弟子 我不应该去做这些 这个时候 就持戒离 或者自然离 就生起了 如果你思维着 如果我做这些 这些不好的事情 假如被抓了 被法律惩罚 那么我的名义会受损 会受损害 我的社会地位 我现在所拥有的这些东西 会受损害 这个是自然离 如果你是有佛弟子 你仅是自己持了戒 不应该去犯 这个称为 受戒 如果是对于圣子来说 就他连想去做的 这种信念都没有了 这种这些离 就是对于圣子 跟凡夫之间的区别 下面我们再继续来讲 两个心所 无量心所 阿巴曼亚 无量一共有四种无量 称为无量心 为什么称为无量呢 因为 这种心所面对的是 一切的有情 因为有情无量 所以所言无量 因为所言无量 称为无量 又由于 这种心所取的所言 是无量 所以他的心是很广大的 称为无量心 无量心 一共有四种 吉 慈 悲 喜 食 这四种无量心 要称为 犯主 为什么称为 犯主 也就是 清净的住处 圣洁的住处 高等的住处 崇高的住处 或者说 犯天人 经常所住的地方 称为犯主 这四种无量心 是对待有情的 理想态度 但是只有 悲跟喜 这两种 被列为恶无量 为什么 因为 持无量心 是属于哪种心所 所以无称心所 而持无量心 是属于哪种心所 是属于忠实心心所 所以 特别有的两种心所 是悲 跟喜 我们先看悲 这里的悲 不是悲伤的悲 不是悲痛的悲 而是悲悯的悲 也就是说 自己的悲 Galuna的意思就是 指 同情 怜悯 其特象是 欲拔除 希望拔除他人的痛苦 作用是不忍心 见到他人受苦 表现为 不残忍 或者无害 静音 是见到 为苦 所逼迫的人 所逼迫的众生 没有医护的状态 平时我们一般都说 慈悲 慈悲 请您慈悲 请法师 慈悲 慈悲 在我们一般的用语里面 慈跟悲 似乎是一样的 其实它们还是不同的 慈跟悲 虽然很相像 但是它们 无论在静音上 在表现上 在作用上都不同 慈是慈爱 是一种祝福 希望他人 希望一切众生 快乐 平安 这是慈 慈的对象 是众生的福乐 而悲呢 悲是悲悯 是同情 他是希望众生脱离痛苦 解脱痛苦 他的所缘 是见到众生的痛苦 所以一个呢 是所缘是有情的快乐 一个是有情的痛苦 所以我们用简单的话来说呢 慈 是 祝福快乐 悲 是希望没有痛苦 所以慈跟悲 它们还是稍微有区别的 第二个无量心呢 是随喜 这里的喜 不是欢喜的喜 而是随喜 特点是随喜或者喜欢他人的成就 作用是不妒忌他人的成就 表现为去除厌恶他人的成就 静音是见到他人的成就 所以这个是随喜 随喜 是我们可以说 对别人的成就 感到欢喜 他的所缘 取的是他人拥有的成就 在心所里面呢 有两种心所 所取的所缘都是他人的成就 静音都是他人的成就 一种是随喜 还有另外一种是什么 是妒忌 妒忌跟随喜 同样都是见到别人有所成就 但是它们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 心理作用 是不是 当你见到他人有成就的时候 你的内心酸溜溜的 你不喜欢他人拥有成就 这种成为妒忌 而如果你见到他人的成就 见到他人的成果的时候 你内心感到欢喜 你反而希望他不会失去成就 这是随喜 随喜有两种随喜 一种是从音上来说的随喜 一种是从果上来说的随喜 从音上来说的随喜就是 当我们看到别人在做功德 在造善行 在造作福乐之音的时候 我们为之而感到欢喜 这种也成为随喜 而从果上来说呢 当别人在享受之福乐之果 例如说 他拥有了成就 他获得了财富 他现在获得了地位 民生 我们对此感到欢喜 这也是一种随喜 随喜直接对抗的就是妒忌 所以如果我们经常对他人的一些成就 妒忌的时候 甚至说我们大家都在一起修行 听到别人修得好 我们都感到很妒忌 想方思法要干扰他 把他搞下去 这样的话呢 这种妒忌造的补善业是很重的 因为你障碍他人的修行 你这种由于妒忌心 而想要障碍他人的修行 因为这种造的补善业 它如果是在成熟的时候 可能会使我们堕落到恶趣 即使不是的话 以后你修行会困难重重 所以我们最容易做到的随喜 就是什么 当别人无论是做善事的时候 或者别人拥有成就的时候 最容易的就是我们说什么 撒度 撒度撒度 就是随喜他人的成就 而且呢 还有另外一种 我们多点去赞叹他人 当然呢 对于不应该赞叹的 我不应该赞叹 比如说他人经常做恶事 我们赞叹他很有能力 这种赞叹就是不好的随行 如果大神经常行善 他人例如直接清净 他人拥有定力 他人修一发神那 他人乐善好事 经常进步时 我们赞叹叹 这也是一种随喜 这些随喜都很容易做到的 是不是 那对于这四种无量心 慈悲 喜使 由于都是面对着一切众生的状态 如果我们面对各个体的众生 这种也叫做慈悲喜使 但这种还不能够成为无量心 如果当我们把这些信念 扩展到 对一切的众生 这个成为无量心 这四种无量心 我们把它综合起来一起讲 这四种无量心 他们的所言都各有不同 对于慈无量心 他的所言是 有情的福乐 有情的快乐 悲无量心是有情的痛苦 喜无量心是有情的成就 而使无量心是我们思维有情的果报 这四种无量心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如果一个慈母 一个做母亲的 他有四个儿子 对他的最小的儿子 他希望他的儿子 能够很快乐地长大 能快点长大 这个时候 母亲对这个小儿子 这个幼儿 希望他快乐地长大 这个叫做慈 而如果当他的另外一个儿子 生了病 他希望他的儿子的病快点好 这个是悲 而另外一个儿子 他就长得很英俊 他希望这个儿子能够长保青春 能够经常得那么英俊 这个是属于喜 而另外一个儿子 他已经自立了 已经长大了 他自己已经可以谋生了 那个时候 他就不会经常去担心他的儿子 这个称为死 所以慈悲 其实是四种不同的心态 面对众生 面对友情 不同的心态 这慈悲 其实他们既有直接对抗的敌人 但是也会失败 所以我们可以说 有近敌 有远敌 当一个人在修慈的时候 他可以去除嗔恨心 所以慈跟嗔恨是直接对抗的 悲 如果一个人修悲 可以对抗伤害的心 残忍的残酷的心 所以修悲可以对抗残酷 伤害 修悲可以对抗的心态 过度的紧张 过度的执着 但是呢 修慈 修悲 修喜 修死也会失败 如果一个人修慈 修出贪爱来 很执着一个人 那这个是失败 修悲 修出看到别人在痛苦 你也在流泪 感觉好像你是很慈悲 其实呢 这种悲是跟优悲的悲 是僵硬的 我们修悲不是 想到别人的痛苦 我们自己在流泪 这个不叫悲 这个是称为世俗的悲 世俗的悲 悲哀的悲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修悲 这种悲是悲悯 就是说 当我们见到众生的时候 我们希望他没有痛苦 而不是取他的痛苦 自己一起痛苦 所以这个是不同的 就是我们说悲有拔苦 有希望别人脱离痛苦的 这种祝愿 这个才叫做悲 所以悲跟我们就好像 跟别人一起流泪 别人在哭 我们也抱在一起哭 这种悲不叫做悲 这个就是悲的失败 喜呢 喜的失败就是 当你见到别人的成就的时候 你高兴兴奋得不得了 手舞主导 这个称为世俗的喜 变成兴奋 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这种喜是失败 而死呢 如果由于过度的忠实 你的心变得默不关心 麻木不仁 这种是跟世俗的死 就是愚痴相应的死 所以慈悲喜的成功呢 就是忠心的祝福一切众生快乐 悲呢 就是忠心的愿一切众生 免出痛苦 喜就是忠心的愿一切的众生 不会失去他自己的成就 而舍呢 就是 对一切的众生都思维业果质 而保持平等 不会过度 也不会不足 失败呢 就是 慈变成一种贪 悲变成一种悲哀 喜变成一种兴奋 而死变成一种麻木 这是 既有成功又有失败 那当我们了解了慈悲喜使的作用之后呢 我们就应该要实时的去培议这种慈悲喜使的心 慈悲喜使呢 就是 唯有面对着众生 或者说我们兴起众生 为所缘的时候 生起的 而例如我们在讲到正念啊 讲到 讲到政治啊 讲到慧的时候呢 即使我们是观察明色法 这些都可以 但是慈悲喜使呢 它起的往往是 概念法 就是有众生 有友情 这样的概念 而培养起来的心 其中 如果我们修慈 可以达到 粗恶三成 悲喜 也可以达到粗恶三成 而修忠实 修使 无量心 直接正得第四成 那这个是 无量心 阿爸门呀 那接着 我们再讲 最后一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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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心 是无痴 阿摩哈 阿摩哈 又称为 慧根 在经典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表达这种心所的名词 佛陀用很多种角度 很多种方式来表达 例如 讲到 智 阿摩哈 讲到 慧 阿摩哈 讲到 证见 Samadity 讲到 明 维达 讲到 则法 达 维达 维达 这些都是 属于无痴的 不同的名字 无痴的意名 或者我们一般要把无痴成为慧 那到底什么是慧呢 在清静道论里面就讲到了 由于慧有很多种 但是如果一开始就讲慧的话 未免会造成混乱 所以在清静道论里面就用一句话来解释 以善心相应的观智为慧 慧的特象是通达诸法的自信 也就是 叫做 这个是 无痴或者慧的特象 在这里 什么是诸法自信呢 什么叫做诸法的自信呢 在 他的意思是 诸法自己的本质 以及共同的本质 为诸法的自信 也就是说 诸法的本质 诸法的性质 称为诸法的自信 也就是说 我们说到的慧 就是透过通达了解诸法的两种 两种像 一种是自信 Salakana 另外一种是共像 Salakana 什么是自信呢 自信就是 是一切究竟法的 他的本质 例如在 马哈迪卡里面 就这样讲到 透过去 拔取 地界的 硬的像 坚硬像 这些 成为 自信 任何的 究竟法 都有自己的 相位 献起 足处 也就是 特向 作用 献起 和静音 这些 称为 自信 例如说 我们讲到的 地 以坚信跟硬信 为 他的 自信 水界 有粘结 流动 实行 是他的自信 火界 有暖性 变手性 为他的自信 风界 有支持 这个是他们的自信 是不是 他们的自己的像 心 心有 实之所言的自信 例如说 我们说到的 念 念就是有 把心 沉入 所言的 这种自信 这些都是属于 一切 究竟法 他自己 个别的 他的特点 特征 之称为 自相 三拉卡 那什么是 共相 一切的 究竟法 都拥有 阿尼达 独卡 阿那达 无常 苦 无我的 共同的本质 自称为 共相 所以呢 当我们在 修 阿尼达 巴 神 那的时候 在培议 观之的时候 所观的 就是透过自信 相 跟共相 来观照 在修 明示 差别 之跟 原示 受之的时候 我们观照的是 究竟法的 自相 到了 思维之 一直到 行使之的时候 我们观照的是 究竟法的 共相 就是 无常 或苦 或无我 来去观照 所以 慧 所取的 所言 如果是从 要培议 观之的来说 他取的所言 是属于 究竟法 究竟法 依其 自信 又可分 为自相 共相 两种 那慧的作用是 破除 知彼 诸法 自信的 的 痴 暗 就是 他的 愚痴 迷惑 跟黑暗 表现为 不迷惑 静音 是以拥有 定子 能如实 知 见 知以故 说 定是他的 静音 这些都是在 清静道路里面 所 做的定义 也就是说 在清静道路里面 说过 他引用了 佛陀在 增制部里面 讲到的一句话 拥有定力 能够如实 知见 这句话 把它 当成是 培议 观之的 静音 但是呢 由于 一切的 会 他都必须 得要 拥有 如理作与 才能够 升起 所以呢 另外一个 角度上来说 如理作与 也可以说 是 会的 静音 那 讲到 会 他要在 跟想 以及跟时 有什么区别呢 想 就是 叫做 sanya 时 就是 心时的 意识的 时 叫做 vinyana 他们之间 有什么区别呢 想 时 跟会 他们都能够了解 能够取得 能够 能够拔取对象的本质 但是他们还是不同 想 可以知道 所言的 这个是青色 这个是黄色 但是他不能够通达他们的特象 而 时呢 他可以知道 这个是青 这个是黄 还能够通达他们的特性 但是 他不能够使道 神奇 就是不能够培议 圣道 而会呢 可以 既可以通达他们的 这个是黄 这个是青的像 而且还能够通达他们的特性 而且 还能够让道 神奇 在清静道论里面就 挤了一个例子 来说明 想 会 时 跟会 三字的区别 好像 在 柜台里面 摆着一堆货币 一个 天真的小孩 当他看到了货币的时候 他可以知道这个货币的 圆啊 方啊 颜色啊 但是 他也许他并不知道这些钱可以拿来买东西 而 一个农夫呢 他 知道 之前的 盐啊 方啊 形状啊 颜色啊 他而且他还知道 这个就是人们 拿来可以买东西 可以交换的货币金钱 而另外一个 银行家呢 他不仅仅 他可以知道 这些金银这些货币的形状啊 颜色啊 方案源啊 他还知道 这些可以拿来做货币 货物交流的 的货币 而且他还知道 他只要他一看这些货币 他就知道 这些货币是真的 还是假的 他甚至知道 这些货币是哪里造的 是在哪里造的 是哪一个村的 哪一个造将 造币是造的 他都可以知道 那在这里呢 就是一个小孩 面对着这些货币的状态 犹如想 而一个村夫 一个农民 面对货币的状态 犹如死 而一个银行家 面对货币的这种状态 称为会 会有种种的会 有一种会 是属于一般非佛弟子 都能够生起的会 而另外一种会 是属于佛陀 在佛陀教法里面 才拥有的会 而且还是属于 出世间的会 无漏的会 佛陀在中部第117经 大四世经里面 就讲过了 佛陀说 朱比库 什么是证件 朱比库 我说证件有两种 朱比库 有证件是 有漏福得分 所依之果报 朱比库 有证件是 圣无漏出世间道之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佛陀说 有两类的证件 一类的证件呢 是有漏的就是 它可以导向 有烦恼的 但是由于这种会呢 它可以 带来福德 带来果报 它还能够给予 在轮回当中 带来福乐的果报 所以所依就是说 我们说的 乌巴迪 乌巴迪就是 这个生命 带来生命的身心 也就是说 这一种证件呢 当我们培医之后呢 它可以 在我们以后的 轮回当中 它带来福乐的果报 而另外一种会 一种证件呢 是圣的 就是圣子的 所以出世间的 所以没有烦恼的 成为无漏的 是属于道的 就是圣道的 作为圣道的 成分的 成为道子的 朱比库 哪种证件 是有漏福德分 所依之果报呢 有诗 有供养 有献供 有善行 恶行 诸业之果 的一手 有此事 有他事 有母 有父 有众生 之化生 世上 有沙门 婆罗门 之正行之 正行道之 以自治 正知此事 及他事 而先说 朱比库 此证件 是有漏福德分 所依之果报 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 他相信 他认为 有不失 有善行 同时 你所做的一些 善行或恶行 他会带来果报 有今生 有他事 有母 有父 有众生 是化生 子 在这个世间上 有一些 沙门 跟婆罗门 他透过 正行 正行道 他通过自己的 智慧 已经正知了 有 这个是 今生 有来 而 把它说出来 这种证件 是有漏福德分 所依之果报 那么我们 从这句话来看 就是说 当一个人 拥有了 因果的观念 有了业果的观念 他相信 因果法则 相信造的善 能够带来 福乐的果报 造恶 会带来 不善的 苦的果报 当他相信了 这种 业果 相信因果关系 这种成为 世间的 世间的 证件 这种证件 即使在 佛陀没有出世 很多人 他都会拥有 这些证件 而且他都可以 拥有这种智慧 就像现在 有一些 印度教徒 或婆罗门教徒 他们 虽然 不信佛 但是他们也 相信 业果法则 这种 相信因果 相信业果法则 的智慧 可以说是 最低层次的智慧 世间的智慧 但是即使一个人 即使拥有了 这种智慧 他仍然可以 带来福德的果报 如果一个人 在行善 在做布施 持戒的时候 即使他还没有 观智 但是他 他生起了业果子 他相信因果法则 他再去造这些善行 这些善行 仍然能够带来 福德的果报 而他所造的这种心 还是属于 自相应的心 那这一类的政见 这一类的慧 成为有漏的慧 世间的慧 朱毕窟 哪种政见 是圣无漏 出世间 道之 朱毕窟 那作为圣心的 无漏心的 道之 祭祖的修行 圣道之 会 会根 会立 责法 觉知 正见 道之 朱毕窟 此政见 是圣 无漏 出世间 道之 在这里呢 佛陀 又用一种 更严格的方式 来定义 会 这种会呢 是 出世间的政见 出世间的会 是无漏的会 也就是说 属于圣心的 也就是 在圣道心里面 生起的 无漏心的 道之 祭祖的 也就是在八支道 八支圣道分里面 八支圣道里面 拥有的 修喜圣道 就是在圣道 生起的时候 在道心里面的 会 会跟 会立 责法 觉知 正见 跟道之 这些都是属于会的 同样的 性质 但是不同的名字 诸比枯 这种政见 是圣的 无漏的 出世间的 跟 作为圣道 组成 要素的 就是道之的 那我们 再看佛陀 在另外 一些经典里面 定义的政见 在长部 第二十二经 大念处经里面 佛陀讲到 诸比枯 什么是政见 苦之治 苦疾之治 苦灭之治 导致 苦灭之道之治 诸比枯 自成为政见 那这里讲到的政见 它是特制 出世间的政见 而在政治部第三集 第九品的第九经 第一三学经里面 佛陀也在定义 戒定会三学的时候 又知道 诸比枯 什么是增上会学呢 诸比枯 诸比枯 就被枯 称为增上会学 那么在这里呢 佛陀还是 又把 这里讲到的会 他是讲到 能够导向出世间的会 采成会 这个是一种更加 严格的定义 所表述的会 在清静道路里面呢 又用另外一种 更加详尽的方法 把会分为 有一种会 两种会 三种会 四种会 一种会呢 就是 以通达诸法的自信 这种相 而成为一种的会 也就是说 所有的会 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能够通达诸法的自信 Tamasa Bhava Bhattiveta 两种会呢 就是世间会 跟初世间会 这里讲到的世间会 Lokiyabanya 是指跟 世间道相应的会 称为世间会 什么是 以世间道相应的呢 当一个人在 培育观之的时候 从 他培育 明次辨别之 一直到 培育 随顺之 总心之 所有的 这些字 都是属于世间之 也就是 他透过 我关照诸法的 诸法的 思想 跟共相 而生起的字 这种字 称为世间之 又称为世间会 Lokiyabanya 那什么是初世间会呢 以初世间 圣道相应的会 称为 初世间会 Lokutara Bhattanya 这种会呢 就有四类的会 就是 入流道里面 入流道心里面的会 或者说 我们可以称为 入流道字 依来道字 不来道字 跟阿拉罕道字 在这四种 生到心里面 升起的 会心所 称为 初世间会 还有一种是 有漏会 跟无漏会 有漏会就是 跟 烦恼 也就是说 他取能够生起 烦恼为所言 的这种 所言生起的会 称为有漏会 而取 没有 不会生起 没有烦恼 加着烦恼的 所言生起的会 称为无漏会 又可以 一种说法呢 就是把世间会 称为有漏会 把初世间会 称为无漏会 第三种 两种会 是明差别会 跟色差别会 明差别会 就是 取 明法 取四种明运 受 想 行 识 这四种明运 而 关照 受想 行识 关照诸明法 而培译的智慧 称为明差别会 关照 色法 所 培译起来的智慧 称为色差别会 换而言之 当一个禅修主 在 修官制的时候 培译官制的时候 所有的官制 只有两种页处 依他们的所言来分 只有两种页处 哪两种页处呢 明页处 跟色页处 只有这两种 我们说到 无论你修官制 虽然一次地 它可分为 十一种官制 或者说 可以分为 世间的智慧 可以分为十一种 或者分为十三种 但是呢 依他的所言来分 都不出 官司法 或官民法 官教概念法的 没有算计 它还不能够算计 属于官制 它排不到智慧的 这种 这个范畴 所以呢 官教民法的 称为明页处 这种身体的智慧 是明差别会 官教色法 这种修行的方法 称为色页处 他们所培译起来的 会成为色差别会 第四种两种会 是乐聚会 跟舍聚会 乐聚会呢 就是 两种 预约的 乐聚相应的心 以及 十六种 跟在第五种 这五种缠纳分法当中 前面的 四种缠纳 相应的初世间会 自称为乐聚会 欲界的两种心 两种跟乐聚相应的心呢 就是说 在 欲界的八种善心当中 有四种是乐聚的 是不是 在这四种乐聚当中 唯有自相应的心 才能够称为乐聚会 自不相应的心 还不是自会 因为本身 自不相应的心 就没有会嘛 所以呢 就唯有 乐聚至相应有心心 乐聚至相应无心心 这两种心才是 主于乐聚会 而在 圣道心里面 依照它的缠纳 可以分 可以分为 初常的道心 初常的果心 第二常的道心 第二常的果心 第三常的道心 第三常的果心 第四常的道心 第四常的果心 在这些圣道心 果心里面 如果是 以五种缠纳来分 前面的四种缠纳 相应的 那四种道心 称为 阅记的会 作为 实距的会 就是在 欲界里面 有两种 是 实距 自不相应的心 其 实距 自相应 有情心 实距 自相应 无情心 自不相应的心 还不算是 这里的会 而对于 初世间心来说 就是 有四种 跟第五常 相应的 初世间道心 自称为 舍聚会 也就是说 从他们的受 来分 会可以分为 跟 伴随着 越受的 跟伴随着 舍受的 还有两种 会是 见地会 跟 修地会 dhasana pumipanya 跟 bhavana pumipanya 见地会 是跟 初道 相应的 会 修地会 跟其他 三种道 相应的 会 也就是在 初道 入流道 当中 这一种 这种道心里面的 会心所 成为 见地会 而 第二道 一来道 第三道 不来道 第四道 阿拉罕道里面 这三种道心里面的 会 成为 修地会 pavana pumipanya 会 还可以分为 三种 四所成会 jindamaya banya 文所成会 suttamaya 跟 修索成会 pavana maya banya 思索成会 就是不依他人 的教导 而依自己的思维 而成就的 会 成为 思索成会 文所成会 就是 透过 从他人 之处 听文 而 培译的智慧 称为 文所成会 修索成会 就是透过 修习 便宜 直观 和成就的智慧 称为 修索成会 例如 文所成会 我们透过 从他人之处 去学习了 夜处 这个时候 我们对夜处的 认知 成为文所成会 例如说 思索成会 我们从 世间的会 来说 当一个人 他见到了 一个人 他多做不义 然后他 得到了不好的结果 然后他想说 世间确实有因有果 他透过 见到那些现象 然后他自己思维 那这种 对于夜处的认知 称为思索成会 如果他听闻到 你有听闻一些善有 良师意有说 有因有果 有恶行的恶报 有善行的善报 然后他升起了夜处 这是成为文所成会 而修索成会 在新西大陆里面说 一切 在成那里面的会 就是会心所 都属于修索成会 一个人透过修行 观治 而培议起来的会 都是属于修索成会 第二种 三种分法的会 就是小所言会 广大所言会 无量所言会 小所言会就是 小所言会就是 当一个人在 修观治的时候 他观照欲界的 民法跟色法 自称为小所言会 当他观照 色界跟无色界 诸法 诸行法的时候 由于他的所言 是广大所言 其广大新闻所言 自称为广大所言会 而一个人 在证得了 出世间治的时候 他其涅槃为目标 这种会 称为无量所言会 其中的小所言会 跟广大所言会 是指观治 世间的观治 无量所言 是指出世间治 应当这样理解 这个情节当中 里面这样解释 所以如果我们 在观照欲界的 补运的时候 由于所言 称为威系所言 或称为小的所言 那这一所言 我们称为小所言 培议的会 称为小所言会 而其广大新 例如说 我们正在的出禅 然后从先入出禅 从出禅出定之后 再观照出禅的禅心 的无常苦无我 由于出禅的禅心 属于广大新 我们以广大新 为所言 来观照他们的无常苦无我 这成为 培议起来的会 成为广大所言会 一旦一个人 已经证得了圣道圣果 他能够取涅槃为目标 那他的所言是涅槃 涅槃又成为无量 所以在道心里面的 会成为无量所言会 还有另外一种是 内住会 外住会 内外住会 内住会 就是在观照自身的五蕴 受想行使 这五蕴的时候 由于他观照的是 自身的五蕴 所培议起来的会 称为内住会 当他观照他人的五蕴 以及 叫做非根的诸色法 或者说我们讲到的 这些没有生命的 这些物质 这些色法 而培议起来的会 称为外住会 而当他在修观的时候 内观外观 内外观 他所 观照的是 一时内观一时外观 这个时候他所培议起来的会 称为内外住会 也就是说 从 观照的所言上来说 如果是观照 欲界的 这称为小所言会 观照世界 无世界的称为 广大所言会 当他在 修观的时候 一时内观 一时外观 只是观照内在的时候 这个称为内住的会 在辨识外在的时候 称为外住会 一时内一时外的时候 这个成为内外住会 这些是三种会的分法 还有四种会的分法 这是对苦疾灭到四种圣地的字 在这四种字当中 有些又可以分为四间字 有些又可以分为初四间字 例如当一个禅识者 在观照色法跟观照明法 而培育明色辨别字 明色识别字的时候 这个时候称为苦之字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取的所言是 无运 佛陀说 苦就是 直取 无取运 称为苦 所以当他在观照 明色法 观照 色受想行识的时候 培育的字 称为苦之字 当他去追查苦之音 例如他看到了业 然后再造业的心 然后再看到无名爱曲 或者他在修行缘起的时候 追查苦的音 这样所培育起来的观字 称为苦疾之字 也就是我们称为严实受制 这处于苦疾之字 苦灭之字 就只是取 涅槃 为所言的字 这一种字 只有出世间字 而导致苦灭之字 就是 他持续的观照 诸苦 苦之急 为无常苦 我和培育 培育圣道 那他在圣道心 还没有生起之前 所培育的这些 也是属于导致苦灭之道之字 或者说 当他在修到高级观字的时候 他连观字本身都要观照 那他观照 观字本身 连观字本身都作为一种所言 也是无常苦我和的 他们也要这样观照 这也可以称为导致苦灭之字 其中的苦 苦之 苦疾之字 导致苦灭之字 他可以是世间 也可以是初世间 如果作为初世间的话 那么当一个人在 当一个常修子 在证得了初世间圣道的时候 他能够 撤之苦 这是属于初世间的苦之字 这种初世间导致 能够断除烦恼 这是对苦疾之字 他能够证悟内半 只称为苦灭之字 完全的开展的八圣道分 只称为导致苦灭之道 这是初世间的四种字 在一个道心里面同时既有的 也就是说 在一个圣道心里面的 无痴心所或者慧根心所 同时执行之四种作用 就是了知苦 断除苦之急 断除烦恼 正乌涅槃跟开展八圣道 这称为初世间会 世间会就是在培养 圣道观照明法 司法明司法之音的时候 那就称为世间会 还有另外一种四种会的分法 就是义无碍解 阿特巴迪桑比达 法无碍解 达玛巴迪桑比达 慈无碍解 尼路地巴迪桑比达 跟辫无碍解 巴迪巴迪桑比达 一无碍解 法无碍解 可以解释本 对于苦的字 称为义无碍解 对于苦疾之字 称为法无碍解 对于苦灭之字是义无碍解 对于导致苦灭之道的字 称为法无碍解 又可以说 从因为言而生起的果 称为义无碍解 而直接去观诸原的 诸因言法的 称为法无碍解 而慈无碍解 就是指能够通达一些语言的 你有101种语言 特别是对于马卡迪感 或者我们说到的 对于巴迪的通达 这称为词无碍解 他知道什么是自信仪 什么是非自信仪 这称为词无碍解 辫无碍解 就是由于他通达这些的字 了知这些什么所缘的字 称为辫无碍解 义无碍解 法无碍解 慈无碍解 跟辫无碍解 无有在圣子的心当中 才能够生起 这四无碍解 有一种是属于 有学的无碍解 也就是无学的无碍解 有学的无碍解 就比如说 阿南尊子 他所拥有的四无碍解 是有学的 因为他在正德出道的时候 这四种无碍解 就已经成就了 又比如像古朱达拉 一个丘婆仪 一个女基士 他所拥有的 也是属于有学的 但是对其他的大弟子 所拥有的是 属于无学的 一至四无碍解 如果一个人 在正德圣道的时候 要同时拥有 这四无碍解 他必须得拥有 很多种条件 首先他必须得 正入任何的一种圣道 同时他还必须得 要通达教理 就巴利亚地 他还必须得 要辩问 就是他要经过 问很多的 因为他问 什么是词 什么是义 问巴利 跟问义注 他还要通过听闻 听闻中的法 同时他在过期生 他必须在修观 至少要修到行使之 那这个时候呢 他在今生 如果在正德圣道 任何一种圣道的时候 才有可能会升起 四无碍解 那现在这个时代呢 一个人即使正德圣道 圣果 都不可能再有之 四无碍解了 那这里讲到的 一会的分类呢 一切都是从 清静道论里面来 是以清静道论的解释 来解释的 那好 我们现在再做一些 简单的总结 我们现在讲到了 会心所 会心所呢 如果是在一种心当中 它拥有会心所 那么有心就成为 自相应的心 如果一种心里面 没有这种无痴 或者称为会心所呢 那么它就成为 自不相应的心 我们知道 心不会单独生起 心所也不会单独生起 它们一生起 是成主成主的生起的 在聚戒的上心当中 最好的心 最有素质的心 就是我们可以称为 月记自相应的 无形心 月记自相应福情心 在这种心里面 一共有三十四种名法 我们称 这些称为名法 或者称为名声 因为叫做 那么嘎 也就是它是一堆的东西 有时候我们也可以称为 名句 就是名法的一堆的组合 这一堆的名法里面 一共有三十四种名法 也就是有一个心 再加上三十三个心所 是哪三十四种名法呢 它们是第一十 这十就是心本身 然后呢 接着是七个辨一切心的心所 即处受想吃 以尽性命根作义 还有六个杂心所 即寻思圣洁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所 就是五次 当我们在做布施 在持戒 在做福 在听闻佛法 等等 一切当我们在生起善心的时候 由于这种善心 它只是属于欲界的善心 它还没有涉及到 真的长大的心 也不涉及到初世间的心 那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是很欢喜的 那么这种心里面 就会有喜心所 而如果我们又很有智慧的做 哪怕你们还没有修到Vipassana 你们还不拥有 我们刚才一千经道路里面 讲到的那些慧 但是我们是依 刚才佛头在大四十经里面讲到的 只要你相信因果 你对佛法上三宝有信心 而且你相信因果法治 那这个时候你生起的这些心 就会有无痴 这种心所 由于你所造的这种心 有欢喜 而且又有无痴 那么它的受是属于乐受 这种心成为悦记 自相应的心 我们在明天 我们接着会讲 就讲心 就是讲到这些 那这一种心呢 就是我们在生起上心的时候 只要是欢喜的做 有智慧的去做 那这种心 就是一种很殊胜的欲界的心 而且这种心 它跟一个禅修子在正的初常的心 在心所方面是一模一样的 在心的树木上面也是一模一样的 初常的三十四种名法是哪些呢 它是 那这三十四个名法是 初常里面所同时 一起生起的名法 那所以如果我们在 平时无论是做布施也好 无论是持戒也好 无论是禅修也好 如果我们 用了这种心 这种心是跟广大心 最相似的心 因此我们要多点去培养 我们如果还没有 禅纳体验的人 可以培养的就是那种善心 这种善心 可能会使我们造的业更加殊胜 刚才我们讲了 讲完了心所 我们知道心所它不会单独的生起 也就是说 当我们在认知到外界的所言 包括认知到我们自身的时候 所起的心所 心理作用是 有若干个一起生起的 它不会单独的生起 也不会说只是心一个生起 也不会说心所离开心生起 而且心所呢 它也不会说 这个是 只有一两个生起 倒都是一堆成主成主的堆 对象之行作用 那我们所讲的这些心所呢 无论是善的 无论是不善的 当我们要讲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到 它们都是我们切身体验的 是不是 即使是 即使是作为无知心所 这种会是 在我们禅秀当中 是要让我们 要重点培育的 但是呢 在很低的程度 如果我们相信业果 我们思维因果 我们仍然还是可以培育 这样的会 所以我们可以说 到现在为止 我们讲完了 52个心所 这52个心所 没有一样是我们没有体验过的 是不是 有哪一个心所 是你们从来没有体验过的 除非 你们一出生就是圣子 那在这52个心所当中 就有两种心所 你们今生不可能体验 哪两种你知道吗 邪见跟乙 如果是凡夫的话 这些你们都是有体验的 所以我们说到的阿比达摩罗 其实并不是空花水叶 空中楼阁 他讲的其实都是我们 每一天 乃至到经常所升起的这些心 那当然呢 当我们去学习这些心的时候呢 我们要学会运用 更重要的是 当我们在禅修的时候 在修到明夜处的时候 我们还要 逐一个逐一个地去了解他们的相 为献祭足处 最后呢我们再去观照他们的无常苦无我 尤其我们透彻的观照 明法和设法 最终我们才能够导向解脱 好 我们今天讲心所就讲到这里 明天我们将一起来 讲一个新的内容 就讲心的既得 明天我说 urulse 这边 sendiri 说明天要还送下 近年 所规授焉 过来 我们今天将这边 他的 evaluating ��면 已经更多了解